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钱道 上个月9月27号晚上 有一位日本的爵士钢琴家 海雅 海爷雅卫 在结束工作以后 独自一个人回家的途中 在美国纽约地铁站 遭到一伙年轻人的殴打 导致了右肩和手臂骨折 重伤 据说这个财务是没有给抢 对方还使用了一些 种族歧视性的语言 财务没给抢 干嘛打他们 无非就是把这个日本人 当成了华人了 由此我就想到 因为美国这个柳约时报 在9月9号发表了一篇文章 与中国发清界限 美国华人当中一些新的切割派 今年春天呢 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 开始以后 有一些这个美国华人团体啊 或者说这个个人 在社交媒体上就发出呼吁 要求华人呢 在填写普查表的时候 在族裔一南岸 不要在选表上写华人 而选择什么呢 Other Asian 其他族裔 其他的亚裔 或者说在旁边呢 写什么香港人 台湾人 有的甚至 还有说写什么满洲人 很多人都提到一个 共同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美国这个新排华已经开始了 如果说不选华人的话呢 是为了免受千年 看到我都觉得好笑 你按照道理来讲 在美国生活的华人 应该比咱们在国内的中国人 更了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吧 海野亚维是一个日本人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这样一个结果 那华人呢 在美国 种族主义就是种族主义啊 家常便饭啊 这有什么奇怪的 中美现在闹得这么厉害 大家有没有见过有几个美国人 在中国被打 我想起某些华人 现在跟着美国人 一起指责中国搞什么种族主义 到底谁在搞种族主义啊 这一目了然嘛 海野亚维被当成中国人给打 奇怪吗 我看不但不奇怪 在我看来 在现在的美国 应该就是天经地义 四十年前 美国仇日的时候 啊 华人是被当成日本人 然后被打死 四十年以后 美国人仇华了 那日本人被当成华人 然后给打馋 其实你不管是华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韩国人 越南人的 在美国有什么区别吗 都是小黄人啊 在一个遍地都是三K党 啊 种族歧视的国家 啊 百分之五是反制的国家 奇怪吗 我看一点都不奇怪 现在在美国的这些所谓的一些 有一些所谓高等华人 啊 他们都不着急 所以我们呢也犯不上着急 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 啊 坏事 难事 恶心的事 让反动派去做 我们要多做好事 促进团结的事 光明的事 所以啊 这个作为在美国 受到这个种族迫害的人 啊 应该都是在为北美奴隶族诽谤的罪恶 暴露于众 尽了一份力量啊 都是为埋葬奴隶族诽谤 跑土填当家 嘛 你不管是伤也好啊 还是死啊 你不管是流血 还是丢了性命 伤得其所 死得其所 那么这些在美国的这些所谓的高华 你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你是当鸵鸟也好 还是当附庸也罢 恐怕呢 我看对事情的进程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复巢之下 烟有完软啊 船要翻了 你不管你往船前跑 还是往船后跑 能有多大区别呢 所以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拿美籍啊 现在的美籍华人 和一百年前的美籍华人去做对比 一百年前 美国当时的处于排华法案的高潮期 广大华人日子不太好过 所以呢 他们会想念故土啊 才会支持国内的革命势力 那事实证明是什么呢 就是刀没有架在脖子上之前 海外有不少的一些黄皮肤啊 白心的这种人的话 可能对中国大幕还会有所谓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成天拿他们向往的美式民主自由说事儿 现在才哪儿到哪儿 还没有到进集中营是吧 烧房子啊 还没到这个时候 所以呢我们呢 现在也不要简单的拿今天的形式 跟当年那个日美贸易战时期的这个美国人 美国的这些日本人这种处境来类比 其实美国人心里清楚的很 即便是当年 而日本很流逼冲天的 是吧如日中天 日本呢他没有办法撼动美国对世界体系的掌控 为那个日本的这个命根 他是给这个美国掐死的 同样美国人现在也很清楚 他们将来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对手 将来谁会去掀翻他们的桌子 所以呢美国人将来一段时间 对亚裔的丑化攻击 我相信只会更胜于以前 不会弱于以前 所以呢看到了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 他们就会想到这是美利坚的敌人 那由此可见 北美奴隶族诽谋洗脑非常成功 那在北美总族主义看来 你不管什么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都没什么区别 都是什么黄库 当年他们可以把中国人看成日本人 今天他们也能够把日本人看成中国人 所以啊你在这个时候你搞什么身份切割 说自己不是中国人没用的 他们不可能去翻你的护照 他们只会认你这张脸 我们看看董王是吧 一口一个China 似乎美国现在所有的灾难都怪China 我们是觉得这种甩锅很可笑 很愚蠢 非常的荒唐无耻 但是在北美的红脖子看来 那就是肾讯神域啊 他们不知道China在哪儿 也不用知道 红脖子也没有本事越过太平洋来找我们打架 他们只能够找他们自己身边的这些亚洲人的麻烦 看你治不了东方蛮子还治不了你们 所以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它不同 这是一种非常的恶劣 倒退反动的意识形态 那就是把人类按照血统分成同类和异类 非我族类在他们来看的话 就连人都算不上 是吧 有人说呢 这个普通的这个美国人 他并不关心中国在哪儿 更不关心中国人想什么 中国人在他们心中 其实比黑人还要陌生 这不光是因为他们长期强大 导致了傲慢 更是对什么呢 对异类的一种亲密和无视 你想想你会把心心肺肺当成同类吗 美国派伐法案实行的时期 中国人当初曾经被一度认为比黑人还低贱愚蠢 智力发育不全 内置人 真正的种族主义就是不把对方当人啊 作为北美奴隶族毁 在这方面那是纳粹的祖师爷 当年他们屠杀印第安人 剥头皮啊 绝育 排华反 制度化系统化 搞种族歧视种族灭绝 美国是近代地球的第一家 而在当代呢 一血统分族群 大搞身份认知啊 调动 种群撕裂内洞 美国也是全球第一家 今天啊 懂王啊 诽谤政府的这种长期舆论的洗脑之下 美国的种族主义情绪 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 美国长期这个疫情啊 死亡 失业 经济下滑 在这样一个压力之下 那民意 它必然要寻找一个发泄的出口啊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对外转移矛盾 这是帝国主义的传统技能 帝国主义跟种族主义一结合 那就是很可怕的怪物了 以美国当今的所谓的世界霸权 它的实力地位 那可能会比纳粹德国可怕十倍 如果换了N多年前 他们可能对对这个对手啊 直接发动侵略的人 但是现在呢 他们现在这个对手手上有戒 不是靠单纯武力就可以轻易摧毁的 所以呢 现在他们征服东方的胆子是没有的 但是呢 煽动红脖子 在本国搞什么水晶之夜 迫害东方人的胆子是有的 而且很大 所以可以说啊 美国的华裔 其实不光是华裔了 是在美的亚裔 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在美国的华裔 亚裔 你觉得你们该怎么办呢 当时82年 日美贸易战的时候 陈果仁事件 一个华人被当的日本人给殴打 死了 那日裔当初马上就站出来 跟华裔共同的开始进行抗争啊 后来包括韩裔 越南裔 菲律宾裔都共同加入了 就形成一个现象级的亚太裔运动 这个事件是北美的亚太人第一次产生共同的意识 这次事件呢 呃 我个人觉得啊 建议这个华裔社团呢 如果你们还想的话 是吧 主动的去联系一下日裔的社团啊 问问他们是不是打算组织抗争啊 这一次是日本人给当成华人啊 但未来的话 你华人自己的话 近况怎么样自己清楚啊 所以就是说 这个现在的话呢 应该说凸显的 亚太裔在北美的一个共同处境啊 所以呢 共同团结共同抗争 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最后呢 我还是想跟在美国的这些华裔亚裔啊 说一句啊 说一句话啊 为了你们自己稍微有点骨气吧 搞点亚太裔权益抗争的活动 是吧 集中所有的族裔啊 所有的阶层的亚太人 你不光是什么老广的华裔啊 台湾华裔啊 大陆华裔日裔韩裔 韩裔越南裔菲律宾裔 跟美国黑人学学样 一个弗洛伊德事件 在美国引起了多大的轰动啊 华裔也好 亚裔也好 是吧 你们在美国还不如黑人的地位呢 你们想永远做边缘人吗 做鸵鸟吗 我告诉你们 充当北美奴隶主匪帮的走狗 攻击中国 提高不了你们在美国的地位 你们始终是黄皮二等公民 想争取你们的权益和地位 你们只有向黑人起来啊 跟他们干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再见